我们来preview一下 接下来阿森这场 应该是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吧 North London Derby 客场去London Stadium 踢Tottenham Hotspur 你对这场的prediction 怎么看 我老实讲我觉得这场 阿森纳 应该不是赢就是draw 因为我是觉得 以Tottenham的踢球的风格 尤其是Kontey的 Approach来讲的话 他们每次到这种关键的比赛的时候 很难赢下比赛 因为他太defensive了 你打这种比赛的时候 你还是要放手一波的 对于没有错 对上Liverpool的时候 你打defensive 很defensive 很deep line 我可以理解 然后甚至说那一场比赛 没有赢下的话 纯粹是一个 很幸运的Liverpool Louis Diaz的一个shot 然后deflect进去了 不过 那一场比赛就是就是这样子 你万一你一掉球的话 你一撕球的话 不管是被人家追成1比1 或者说0比1的话 你的plan是什么 你要往前靠了吗 你往前靠的时候 你整个backline就闪掉了 还是说你继续压 你继续压 继继续defence 继继续 deep line defense的话 你又不能哦 这场比赛你基本上是top的话 一定要赢的 你不能接受draw 或者说这一个输球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Sports现在是处于很两难的这个情况 他这一场比赛的approach 如果他还是像是contain 这样classic的deep line defense的话 我觉得只要阿森纳打进第一球 或者说阿森纳只要打进一球 这一场比较应该是阿森纳赢 或者最多最多draw 很难看到 Sports可以赢这一场 你觉得阿森纳会剃的比较defensive 还是剃的比较tagging一点点 我觉得阿森纳会剃到比较aggressive 我觉得Sports Sports会浪出球圈 因为就就像我讲的 Sports在contain底下 很Italian football 很Italian的football的style 他就是deep line 然后前线就是靠着came drop deep 然后SON 跟Kulosevsky插上去 中场这个battle的话 还是得中场者得签下 如果你们中场有办法拿住球权 然后把Sports的整个defensive 推到他们的这个Banatic area外面的话 你们社会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子 撕穿这个Sports的这一个后方向 因为你们的落点刚刚也是有提到 升高上没有球员是高的 所以你们也不会打高空球 也不会打aerial的话 你们就考验就是long shot 你们有没有办法去 撕穿Sports的后方向 Sports要等的几位就是 拿篮下球鞋像 对Liverpool那个金球一样 篮下球鞋阿森纳要一个大脚往前场送 然后King Sawn跟Kulusecki往前去追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 Sports如果让出球权的话 阿森纳不用急着打 就像我讲的就算是draw 0比0都好 Advantage还是在阿森纳这里的 Sports如果他们要打到更为进攻的话 他们现在又是5 at the back 他们两个flank会留到很多很多的space 给阿森纳去抓的话 阿森纳最有威胁的还是Saka 跟那一个Batilani这辆车 我是觉得说这一场比赛 我怎样只看我都是觉得阿森纳是比较战军有势的 Sports真的要赢的话就是抓一个counter attack 然后defense一定要一个clean shoot 我是看不到Sports可以hold一个clean shoot 即使尽管他们是主场作战 哇你讲到很positive 反正我可能是因为我就是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这样子 我自己反而觉得这场Sports会是进几场以来Sports最aggressive一场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主动权的情况下 他们更应该要尝试赢一下这场比赛 而且在主场你还打这样defense的话 我自己是是Counter没有错 是Italian football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Counter也没有到这样啥 就是你现在已经差四分的情况下 你唯一要追到top4的唯一的机会 现在就是把阿森纳拿下来 就是赢下这场比赛全取三分 要不然的话你打拼像你讲 我是阿森纳 fan 我自己有觉得打一个1比1 0比0 无所谓可以拿下这一分 然后再赢多一场我们就已经确定Sports football 可是Sports是不一样的 Sports是没有主动权的 他们现在更应该要自己尝试主动出击 赢下这场比赛才有机会进回去top4 然后再避免到这个Santolome这一打 要不然我们应该会轻作很雄 因为就像我讲了 Sports现在是两难的 他们要defense才要进攻 他们进攻的话 他们的backline一定会留很多space 给阿森纳去打的 阿森纳也是一个很pacy的team 里面的forward那一些 现在是Anketia的话有pacy的 然后Saka还是这个 Martinelli或者Sociro 都是有那些pace 去run behind他们的这个defense的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很aggressive的话 我觉得对Sports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戏 因为Sports undercontain就不是一个打aggressive的球队 如果他们要打aggressive的话 chances阿他们的整个structure 会很乱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这一场比赛Sports就像他打aggressive 他们可能也打不出来 我不知道反正这场我觉得 关键哦绝对会是在于我们阿森纳的right flank 我觉得这场Tomiya是会去替我去right back 然后Satju去替 left back 或者是Taurash去替 left back 其中一个 因为Swan会替在Sports的左边 然后一定会是亚洲人对上亚洲人 Swan对上Tomiya是我觉得这个是很key的一个关键battle 在这场比赛里面 因为如果Tomiya是有办法手下Sports Swan的话 Swan很多时候会乱乱跑 然后会切进来这样子 可是如果就是1v1的时候 Tomiya是有办法手下Swan 这场基本上 我敢讲Sports是绝对没有办法赢下来的 其他地方其实我是还蛮confident 说我们是可以赢下来的 真的是Swan这一点 或是看Kane 我现在自己讲真的 我对Gabriel守Kane 我也是很relaxive 所以讲最近defense还蛮差 大概8场已经没有clinch 而且最后一次clinch是Leno对Aston Villa 那个clinch 不知道多久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老实讲我觉得 最最致命的这个对决并不是Swan 我觉得是Kuloseksky对上的那个left back才是最最最关键 因为回看第一这个赛季在Emirates那场比赛 对啊对啊 那时候还是Nuno Santos他们的这个主帅没有错 可是那一场比赛的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就是 Swan在0比0的时候 其实还是踢到比Tomi Yasu好那么一点点 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找到那个final ball 因为Tomi Yasu那时候压到很前 我就讲说Tomi Yasu压到很前 Swan其实有几次拿球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绕过Tomi Yasu 然后整个flank都是他的 可是他没有用好那一点 可是Overall来讲 Tomi Yasu还是有很好的contain住Swan 尤其是阿森纳1比0 2比0 3比0领先过后 我现在担心的那一车 并不是Swan跟Tomi Yasu 反倒是我刚刚讲的Kuloseksky 如果他对上的是Tavares的话 哦 I don't know 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一场你要不要像你讲咯 Cedric去踢left back 或者说甚至说Jaka去踢left back 可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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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ka也是会被踢爆 Kuloseksky也是很快的 我感觉Sazesky left back 就是可能放弃掉那个 左边进攻一点 然后靠Martinay在左边 单单一个人进攻就好 也是ok的啦 因为上一场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Tomi Yasu很多时候其实都没有在 都没有overlap这样多 都是 他变成一个inverter fullback 就像Cancelo现在在Mansity这样子的roll 然后左40个intofinal的pass 然后40个成功 我就哇 当然 就是立中红牌是比较简单 可是 也是一个很impressive的 那个stats 40次40次成功 对啊 所以这一场的话 Kuloseksky那一车是我觉得说 Arsenna可能要比较注意了啦 可能并不是Kane 并不是Sond 反倒是Kuloseksky那一车 所以我才会想说 除了left back是一个问题外 left wing是不是可能也会考虑到说 left back 在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对付好 这个Kuloseksky的话 Artenna会不会说就放Smithroll上去啊 毕竟Smithroll他的那些work rate啊 track back ability 怎样子都会比Martinelli好一些吧 这个不一定哦 我自己觉得Martinelli跟那个Smithroll track back ability 这两个人都是 算是旗鼓相当的 可是 我觉得这场会是Martinelli start在左边啦 因为Martinelli的那个速度 像你讲 如果考虑到spurs 可能会替defensive一点 Martinelli的pace 跟Saka在右边那个pace 是蛮关键的 比起Smithroll这种比较 呃 像是 inverter wing的这种 inside forward啦 不是inverter wing 就是没有 没有靠速度来吃那个腹败的这种 球员的话 我觉得Martinelli 应该会是比较适合 杀这种比赛的比赛 比起Smithroll来讲 所以我还是偏向 让Martinelli来start 比起Smithroll 那这一场比赛 刚刚我现在讲 帮Artenna讲了很多好话 就觉得说 以双方剃球的风格 跟这个contact战术上来讲 我是觉得Artenna是偏 我偏看好一方 会拿下胜利 或者说至少draw的那一方 可是 我还是觉得说很关键 也就是还是取决于 Artenna这样子去看待这一场比赛 如果他 又是觉得说 我领先1比0了 我可以去守的话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这场比赛就 就会有变数了 因为你一守 Artenna一drop back 代表的东西就是 Kane drop去midfield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space 他很多的space拿球的话 他可以去link outplay那些 这样子的话 可能space的东西就 比较打得出来 所以这一场 变数还是说 看Artenna 不管是领先 还是追平的时候 他的approach 会是这样子 反正contact战术 我是 我是 就是认定了 他不会打得太aggressive 就对了 他应该最主要 还是以不要输球 为主 不要输球前提去 争取赢比赛 并 他自己也知道说 这场比赛他一定要赢的 可是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不要 先不要 落后一球 所以他还是会 以defensive为主 他是Italian manager的话 他们的mindset都是这样的 很少会有Italian manager 会讲 我们去打 attacking football的 contact也不是这样子类型的 这个manager 所以我是觉得 sports一开始可能会 比较defensive 然后取决于Arsenna 会不会最终拿下全部三分 就是Atata有没有那一个想法说 这场比赛我们就是full on aggressive 我们就是first second to the last second 我们就是尽可能可以拿出球权 可以进攻就进攻 不要像是对 Leads United那几场比赛一样 就是你Lead了过后下半场 故意要放慢节奏 然后你的team又太过年轻 你整个squad太过年轻化 没有办法控制好整个比赛的pace 那个比赛的节奏tempo控制不好的话 你就是变相了 把这个比赛的主导圈交回给对手身上 这是Arsenna 比较比较比较弱的一个环节 Atata其实 领先几球过后要 拖慢比赛节奏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就是Arsenna这个squad太过年轻了 他们还没有办法很好的 做到放慢节奏的同时 控制着比赛的tempo 而不是说 我们放慢比赛节奏 突然间球圈 整个momentum就swing去 敌方的那一个方面 这是Arsenna比较欠缺的 但 时间上啊 这些球队一起成长的话 可能之后会做到更好 可是就目前来讲的话 很显然的 每次他放慢tempo 他要拖时间 变相的东西就是momentum 给到的对手 我是蛮认同于这一点的 我自己觉得也是另一点就是 你可以放慢tempo 我之前在我之前赛有感 我记得我也是有讲过 应该是对Bernie那场 你不要太早放慢tempo 这场对Liz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是因为 太早放慢tempo 是我们确实是2比0领先 然后对方也有个红牌 可是 你还是可以 再aggressive一点点 直到可能下半场出来 可能50分钟开始 在放慢下来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领先着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球权 你放慢太多节奏 你给Liz拿很多球权 当然Liz quality没有这样好 你假设你给成Sports 这种比较有更有威胁的球度 啊什么 你讲Liz的ability 没有那么好 然后我就加一句 又是 又加上他们只剩下10人作战 所以 他们的那一个moment 就比较难抢过了 可是 同时间来讲 下半场的比分是 1比0Liz 赢了 我知道 然后因为阿神纳的 阿神纳的 阿神纳的 expectation就是 哇我们早早2比0领先了 然后2比0领先过后 Luke A-Lin又中了红卡下场 剩下10人的话 应该大部分人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阿神纳应该会 go for 3 new or 4 new 或者说你至少3比0过后 你在放慢tempo 你3比0过后 你不只是有 breathing space 你还是直接告诉Liz 你再讲这个game over了 game over了3比0 你们又只剩下10个人的话 你们是无力回天了的 2比0的话 他们剩下10人作战 他们是比较被动 我没有说 可是他们追回一球的话 就像你讲的 在比赛最后最后的时候 他们有几个set 比赛有几个free kill的话 都是差一点点就是 四传阿神纳或防线 就是追成2比2了的 还是会有那一点的危机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对阿神纳那场比赛 比较不满的地方 应该就是说 没有追到3比0才放慢节奏吧 讲白一点的话 我没有讲说一定要3比0 就是像我讲的 你half time 至少整个first half 要aggressive一点 尝试追多远球 而且我们gold difference 是输给spurs 假设最后 我们是因为gold difference 是因为这场我们放慢节奏 然后最后没有拿到champion league sport 你会觉得很惋惜 就是这场明明有机会 可以去追更多的goal 然后你就想说 我们就save多远体力 到底save体力还这么 好啦是 我们确实是3-4天goal 在t-spurs 3-4天goal 可是 哎呀你 对方少一个人了 我觉得还可以的啦 不过 这个 我们现在这样讲还太早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比较是结果论 等到赛季真的结束 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我看我是笑着还是酷着讲 啊